日前范冰冰正在拍摄电视剧影天下 这两天剧组都在燕道山取景 日前有网友晒出了路透照 照片中范冰冰穿着清凉 手里还拿着小风扇 看来在片场是和高温大作战了 可以看到范冰冰下身也穿着清凉短裤 虽然范冰冰一直有胖冰的称号 但是站在路人当中 还是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范冰冰真人非常的瘦 双腿也很细 站在人群中格外高挑 该网友称赞 范冰冰是巨美 明星就是明星 一对比气质显然与众不同 这画面还真是美如画 犹如仙子下凡 古装的衣服一般都会很厚重 让人看着都觉得热 夜远夏天拍戏都要战胜高温的折磨 不过范爷这身打扮有网友直呼 这穿的真是清凉 前不久范冰冰在片场拍摄影片下的照片也曾被曝光 现场身穿古装的范冰冰坐在椅子上休息 由于天气炎热 范冰冰桌前摆着风扇对着她吹 工作人员送来冰水给赞冰冰喝 9月9号凌晨 为准备地表最强台中演唱会的周杰伦 刚刚从美国飞回 就更新了她于8月底刚刚开通的Instagram账号 晒出和爱情昆灵的背影合照 向毫无防备的网友撒下一大把狗粮 并配文才刚回来就开始想念在布鲁克林桥下草地野餐的感觉 照片中周杰伦和昆灵背对着镜头 相依坐在布鲁克林桥下 勤勤如洗的绿草地上 安安静静地吃着东西 周杰伦投往爱奇方向为偏 即使看不到表情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宠溺感 网友不禁感慨 你这秀恩爱技能真的厉害 除此以外 由于周杰伦在开通INS以后 不负高冷 经常分享自己的状态的生活 有时候甚至恨不得一天更新好几条 而被网友吐槽 活跃得像个高仿号 也有粉丝调侃 周董可以说很放飞自己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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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